在内地的娱乐圈说到最招而恨的当属柔嬷嬷 而在香港的娱乐圈也有这么一个人物 他入行60多年是当之无愧的老戏骨 而且还是七美真和翁美玲的干妈 他的奶奶形象深入民心 得到很多影迷的欣赏 尤其是一天屠龙记的灭绝师太 他就是李湘琴 在电影《加油喜事》系列中演诗一老人家 令人印象深刻 2008年在电视剧《唐新风暴》之家 他好乐圆中演干老台 70多岁的他争吵时 生如红中也令观众惊叹不已 李湘琴早年居于澳门入独立群小学 从小爱好乐剧 16岁正是他组舞台 李湘琴在香港发展的时候 正赶上香港影视剧大发展 无论是电影行业还是电视行业 都是台前幕后人才积极的场面 收部作品是黄飞红三戏女标诗 李湘琴以扮演反派角色著称 由以金飞后母情妇等形象 最突出于于立真的东宫娘娘形象 分庭抗礼堪称称西宫王 又称金飞琴 1956年起 李湘琴曾主演百多部月 于电影 收部作品为黄飞红三戏女标诗 第一部扮演反派角色的电影 被鸳鸯将遗恨 1960 其他著名作品包括 《汉武帝梦》《霍卫夫人》 1959 《街市皇后》 1964 999 《黎其三凶手》 1964 等等 李湘琴60年代末开始电视生涯 李湘琴主持的群星会有极多的拥顿 1972年起 在无限和亚世间 走来走去 但不论在哪个台 他在时装剧 古装剧 都有极精彩的表现 并经常做幼剧演出 1998年 离开亚世后 没有再在电视台亮相 但仍有在外地登台 其中影响力 最大的有香港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 超过百集的电视剧《狂潮》 《时间》 李湘琴 《缪千人》 迪波拉 周润发 和朱江等主演 于1976年10月8日播出 共120集 2008年 年过70的李湘琴 出演了电视剧 《唐新风暴之家好月》 园中的《鱼》 剧《立业角》 令人印象深刻 尤为经典的 就是86年的TVB剧 《以天图龙界》中 饰演的灭绝师 太简直令人恨之弱骨 有一次 李湘琴去市场买鱼 竟遭到小贩提高威胁 不要碰我的鱼 否则我杀了你 就连他平时开车 旁边车道的司机 也不给他绕路并线 并摇下车窗打马道 你这个贱人 你也有今天 活了近一个世纪 在电影和电视界 竟赢了60多年的他 坚持到80岁的时候 终于获得了第一次肯定 2011年12月5日 TVB台庆颁奖典礼 李湘琴 获得万千关辉演艺人大奖 在黄日华 吕良伟 胡锋等 簇拥下领奖 他说 以后TVB叫我做什么 我都会鞠躬尽翠 TVB万岁 当年拍声秀桥王石 李湘琴在剧中演 翁美玲的妈妈 因为投缘 辨认下翁美玲 这个前女儿 翁美玲自杀 去世已多年 但李湘琴 每当想起此事便反倒不安 那天晚上拍完戏 我说要载她回家 她说不用了 妈妈您明天要出外景 我坐公司的车了 怎料第二天拍外景时 我就听到她自杀死了 如今87岁的李湘琴身体 不是很好 聚知琴姐的家人 因此大为紧张 24校的女婿 赋阴差 更快百万未期治病 安排不少专科名医 帮忙 而本身是一生的赋阴差 出身豪门乃一代赌王傅老荣的儿子 身家丰厚 最难得的是这个女婿 一向出名孝顺岳母 令琴姐逆境中 大感安慰 琴姐已80岁